哈喽大家好,我是三方式地产经纪人崔西太 今天我们请来专门做遗嘱信托的王律师 来解答有关于美国信托的问题 王律师你好 崔西好,大家好 我是信托遗嘱律师王林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 王律师啊 我可以把我的资产放进我父母的信托 来访我的债权人 或者是配偶拿走我的钱吗 是,其实呢 像很多朋友都知道 如果我做一个信托文件的话 那么我可以规定在我过世之后 这个信托文件都是依然存在的 那么因为我过世之后 这个信托文件依然存在 所以我就可以要求这个资产呢 值给我的孩子 那么孩子的债权人和配偶是拿不到 我可以对他形成一个保护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的朋友就又往前推进一步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我要把我自己的资产 也放到我父母的信托里 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债权人和配偶拿不到呢 那么在这儿呢 首先我要和大家澄清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信托文件里面 只能放这个财产所有人的资产 那比如说如果父母做信托呢 它里面放的就是父母自己的资产 那如果要是说 我们做信托里面放的是我们的资产 如果我们选择把我们的资产放入到父母的信托里呢 其实这个从性质上讲是一次赠予的行为 等于是我们要把这个资产赠予给我们的父母 那么我们的父母当然可以把它放入他们的信托 这样的话 未来可以要求我们的债权人和配偶拿不到 但是这其中就会涉及到一些风险问题 比如说如果父母后来改变了主意 决定这个资产以后不留给我们了 留给其他的一些人 他是可以修改这个信托文件 那就意味着自己最后可能不能把这个资产再收回来 所以说未来这个钱的报税 税务待遇也会跟着父母 而不是我们来走 所以说呢 从技术上讲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资产转移给父母 父母放入他们的信托 这样我们的债权人配偶拿不到 但是呢 这个性质上属于是一次资产的转让 或者说赠予行为 所以以后就是父母的钱了 那这个当中引起的一些经济和法律的后果 是我们在转移之前要提前想好的 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谢谢 那非常感谢王律师的解答 也希望大家like subscribe 还有comment我们的channel 如果你们对房地产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找我 或者是跟王律师做个15分钟免费的咨孙 也可以透过我们以下的Google form 填写资料 我们会精华回复你们 谢谢王律师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